好啦 鄉親啦 繼續來看 台南這位客廳車四季 有全台灣最長的四名 總共有二十五的日子 從我介紹要多用很多廟 又開一開 他就是台灣名最長的新霸主 鄉先生 為什麼要改名 他是這樣說的 我人就應該可以很高興 鄉親的名字有二十五日 真的有夠等國內的新名 都有台南這位紅先生 希望在這位新名的關愛 是說中名改到這裡等這件事 他不是頭一個 因為第一進行就跟他這位紅先生 比起到一個 鄉鳳像台灣阿姓世界委員 最新總統有十五日 高雄的任選是 任家姓台灣自公最新 羅伯特歐薩斯也有十五日 Youtuber 正在台灣台南自主 大麻煩 愛到Youtuber 歐薩斯十九日 現在這個紀錄 給台南這位紅台南是 天神 災神 衰神 好聽進行所有的神 祝福的保佩收心寒 總共二五日 打破這個紀錄 最前輩的嘉義這位紅先生 對於有丹波建議 就是這個衰神的部分 財神總統是鼓勵黃先生 可以改成比較正面積極的 這個詞句 譬如說像愛神啊 或是其他更好的一個貼切的詞句 名字翻到貨正宿所 儘管要用手下的 當然 該名的動機 都是希望說 新的名字可以帶來慎祝福